竹北市是一个新兴的城市 19号在新竹县竹北 参加儿童人权母语活动 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周江杰 出席大谈竹县发展 在台下专心聆听的这一位 是新竹县老县长林光华 对周江杰有很深的期许 我是推荐他选县长 团结社会 这个起手势非常好 但这不是起手势啦 老县长的期许跟劝进 你个人有意愿吗 这个不必问他 你问我就好 获得前辈胜赞 周江杰大打太极 民进党派谁参战新竹县 挑战县长杨文科 刚辞去总统府参议的郑朝芳 也多次被点名 不是大西族共好吗 郑朝芳怎么没有来 表态终取新竹县党部主委一位 郑朝芳有立委和县长选举经验 年轻又拥有中央级历练 一向被视为绿营布局竹县的活旗 传出绿营高层考虑 若郑朝芳参战新竹县出身竹东的周江杰 可以选竹东市长 即使郑朝芳不选新竹县 参战竹北也是选项之一 因为光是竹东和竹北 人口近三十万 占竹县将近一半 两人联手初级 渴望有加成效益 还有改革的思维来突围争取更多的支持 根据统计新竹县五十七万人口中 二十到四十四岁 年轻世代就占了二十一万 三千三百二十八人 也被视为绿营翻转契机 两万年轻选将被点名 民进党高层布局 思考如何发挥最大战力 先选招号一里为田朱军 新竹报道